等到李斯学成之后啊 就琢磨去哪 想来想去呢 就决定投奔秦国 他跟秦王嬴政沟通的时候 非常懂得嬴政要什么 不兜圈子 直接跟嬴政讲 统一六国的时间表有没有 统一六国究竟该如何去做 这两件事是直击嬴政的小心脏啊 所以呢 嬴政就非常认可他 在吕不韦倒台之后 很快就作为嬴政的这样一个 重要的顾问留在了身边 当然了 很多人诟病啊 说这个李斯之人不讲究 韩非子去了之后 出于嫉妒啊 自己的师兄弟 你也下了杀手 离见韩非和秦王 这是很大的问题呀 所以啊 很多人觉得人品不好 但是啊 咱们普通老百姓 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聊聊这件事也就罢了 实际上 真正让韩非子死于非命的 还并不是李斯的嫉妒 而是李斯和韩非之间 在战略选择上出现了差异 同时呢 这种差异 也因为秦王特别信任李斯的做法 导致了韩非子 最终不被信任 喝了毒酒的下场 李斯给秦王嬴政提出的建议啊 咱们灭六国的顺序 第一个要淡掉韩国 而且六国当中 支持韩国的这一派势力 已经被搞定了 所以呢 就应该直取韩国 这是剿灭六国的第一个顺序 但是韩非子就不同意了 他本身是韩国人 而且呢 他的观点也很明确 说韩国实力弱嘛 而且跟秦国也特别友好 你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能再灭国了 你先灭赵国呀 谁听话的人 你反倒打人家 不听话的人 你反倒不打他 这对咱们灭六国 还是不利的嘛 其实秦王嬴政 早就已经认同李斯 要攻打韩国的 这样一个计策了 这时候你韩非子 反复来谈自己观点 显然又维护自己祖国之嫌嘛 这样一来 肯定被秦王嬴政冷落嘛 其实这是事物的根本 而并不是单纯的 李斯对韩非进行设计和陷害 这个战略上确实很成功 但是啊 我们也发现 李斯在另一方面 也是越来越懂得厚黑学了 比如说 剿密六国的时候 他给秦王嬴政出了另一个主意 咱们正常在军事上取得优势 这没有问题 但是在另一条隐秘的战线 必须要采取这种贿赂啊 或者用这种离间啊 这种下散乱的手段 让这些国家和大臣之间产生缝隙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事半功倍呀 结果呢 用金钱等各种贿赂手段 离间大臣这事儿 李斯牵头干了很多 这种方法确实有效 但凡采取这种政策的人 内心思欲一定是不断膨胀的 李斯也确实如此啊 秦王给他高官后路 势力也越做越大 守着这些财富 他就不断的想 我怎么能巩固这些事情 不让这些财富失去呢 等到后来被腰斩的悲剧 也源于此啊 当然了 我们也要实实在在的 承认李斯所做出的贡献 首先 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 他坚定的提出 必须要实行郡县制 让皇权 也就是中央集权的势力 到达最基层的单位 除了郡县之下 还有这个乡 包括礼 我们经常听说 编户齐民呢 这些词 就是每一户 都在国家的体系之内啊 当然了 也有人会问啊 说乡和礼之间 是不是还有个庭啊 说实礼为一庭 实庭为一乡呢 其实啊 乡和礼 是对应的行政等级 这个庭 是另一套管理机制 比如说刘邦 就当过庭长 他这个庭长啊 是维护乡里治安的一个结构 并不是行政管理这条线上的 后来呢 我们也知道啊 刘邦就是因为当庭长的时候 维护治安呢 所以他要带着队 压着一批劳役 专门前往咸阳 这就是国家管理 直达到基层的有效证明啊 在周朝的时候 都是诸侯国有极大的权力 中央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啊 所以这套制度与体制 从公元前221年开始 一直到今天的中国 都在享用着他的基本制度 所以在这里面 李斯也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了 除了俊宪彦制之外 李斯另外两个重要的贡献 就是按始皇帝的要求 做文字的统一 他在当时比较复杂的大传基础上啊 不对文字进行了改良 产生了小传 这变成国家通用的一个字体 同时呢 他又根据当时一个小官吏 叫他承秒的这个人 写的这种字体啊 改出这种历书 你看我们今天熟悉的历书啊 蚕头燕尾 这也是李斯改造和推广的 当时呢 他还专门编了一些字帖 叫苍结篇 苍结造字嘛 苍结篇 让全国的读书人 有字贴可练 熟悉我们的规范汉字啊 中国的汉字分为真草立传 其中跟李斯有关的 就有传和立这两方面 当然了真 也就是我们说的真书和正书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楷书 草书呢 大家也比较熟悉了 因为有了文字的标准 这个国家的统一基石啊 就更加稳牢了 清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 一个广东人和四川人交流的时候 说不清怎么办呢 还用文字来书写 所以在构建国家统一的过程当中 李斯又立了一项功劳 同时呢 他也牵头修建了 从咸阳为中心 四通八达的九通网络 既有直到这样非常宽阔 笔直的高速公路 也有标准国道的这样一些普通公路 最重要的他规定了车轮之间的轨迹 是六尺 这叫六尺轨 书同文 车同轨 这就是李斯的重要贡献 当然了 还有统一度量横 当时呢 各国的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计量单位 齐刀照产 楚国一笔钱 等到商鞅这边呢 统一用秦国的半两钱 这是我们在历史课本当中啊 看到一些基础的内容 其实李斯在这方面 最重要的是黄金属于上币 并且规定了黄金的这样一个单位 叫做义 也规定了一亿黄金 能够换取一万半两钱 中国呢 在很早的时候 就采取了以贵金属 作为货币单位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经济方式 在这方面 李斯也是非常高明的 除此之外啊 他还明确规定 你像过去什么海贝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玉石啊 珠宝啊 都不具备流通资格 这些东西 您可以自己收藏着 可以玩 可以交换钱物 但是不能作为等价交换物 在两千多年前 在幅圆辽阔的大秦帝国 能做出这样的财政抉择 也是非常有水平的 当然了 还不止于此啊 李斯做出更重要的一个贡献 就是铸币权收归中央 任何人不能私自铸币 一旦发现 予以重罪 这就意味着 中央具备了货币发行权 也能让国家 对整个宏观经济 进行有效的掌控 等到汉朝的时候呢 大规模采用盐铁国家专卖 就有了更好的货币基础啊 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国家宏观调控 又国有经济的重要基石啊 同时呢 他也向秦始皇提出了啊 有些书籍不必要留 秦始皇分书也有他的重要建议 当然了 坑儒这件事情 在历史上并不是很真实的一个事儿 只是坑了一些方式 这件事情 咱们另当别论 总体来讲 利斯这一生 是为这个国家的统一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他下场为什么不好呢 就是忘了他老实告诉他的 从道不从军 没有真正遵循大道的规则 而是被赵高所裹挟 修改了赵书 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请不吝点赵书